星期一清晨,芝加哥地區發生嚴重槍擊事件, 4人在芝加哥交通局藍線列車上被槍擊, 3人被宣布死亡,第4名受害者在醫院死亡。 Forest Park 警方稱,當時嫌疑人逃走了, 但隨後在另一條路線列車上被捕。 案發後,該車站暫時關閉, 警方在現場部署了大量警力並封鎖車站周邊區域, 當地居民被迫改變日常路線。 Tina,我是記者編輯報導